大家好,我是班大师,欢迎收看本赛,观战一把国服第3甲,又遇到了飞杀的红蝶 前面是个入恋,哎呀,个入恋 抓入恋的就没有抓3甲好看了 这里入恋开车完了,要吃盛射了 我们已经见过好几次了 这个开车打红蝶 老观众应该是见过不下两次了吧 我印象当中就有出现过两次 就好像都是飞杀打的 骗你开车,然后这边一个跌飞过来 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经验问题 你要是知道吃过一次亏以后,下一次再也不会上当了 只能说这个热恋师没有看过我的视频 或者说没有看过飞杀的直播 他这个打法,光我看就看过两次了 他打的肯定不止两次 这边的话,看你一波防守吧 蛮期待后续自然加跟红蝶的一个对比的 但是红蝶到了二间的自然加的操作性就要低很多 因为他飞得够快 很难,打了一刀 所以把飞杀打的也是 爆秀的节奏啊 这怎么打呢 这用冰胶自己心灵家给怡情 这边入恋师 灵鹫套了,红蝶这边有传送的 因为他的一个出生点位在哪里 在起点 起点的机子是不可能修掉的 我这边你叫入恋我就传过来给你 给你带了,这话飞了 要不咱家来救吧 我觉得 咱家来救保一波 这咱家也不是 来不及来不及 可能刚才这边考虑的是 咱家用电筒把这个红蝶给造成末了 让他没有办法使用技能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让红蝶交不了这个传送 但可惜来晚了 早一点来的话还真有可能 早一点来还真有可能 这个有剧本可洗 有剧本可洗 没能配合出来有点可惜 人挂飞 红蝶这边传送交调 心理学家是直接把佣兵摸满 外面的机子差的太多了 加起来的话还差两台半 应该是红蝶大概率的多抓了 这个 除非他现在去抓慈安家 然后慈安家遛穿 你抓个佣兵 抓个心理 我觉得这两个角色都遛不动红蝶的 二级红蝶怎么遛得动 三个互币 都不一定交得完 一刀没打中 暴蝶跟好的 有了 他的红蝶 出刀是非常快的 对于一个点位的一个判断 跟过来 再来一刀 你看 不是说佣兵他遛的有什么问题吧 就飞刹尔的红蝶 他确实就 看起来 他打的就是快 命中率就是高 吹的这么好 这不得请我吃个什么东西 机子 那只能看子弹家了 只能看子弹家 你说子弹家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局势盘活呢 我不能说没有吧 但不高 不高 不高 这毕竟还差一台整机的 来了 机子给他参加 为了先躲到 回头电筒的话 也没什么好教的了 该吃刀就吃刀 先把人救下来 救下来以后再招 优秘手里 两个户币 够玩吗 咱俩这边点机子了 点机子 心理学家给拨遗情吧 要不 这拨遗情给子弹家吧 心理来救人 其实子弹家这边 有可能被直接传送的 就这个遗情给到 宅家的话 这边就不会去传子弹家了 那宅家那边修机子 就会好很多 当然我觉得 作为观众的角度呢 就不应该给 给了红蝶这边不一定传 对吧 不一定传 我们看啥呢 就要看这两个冤家 这个红蝶这个角度出来 他就是被那个子弹家给 也不是说克吧 就是被子弹家拿来针对的 克不克呢 真是看操作 看操作 两边操作对拼 都有操作起来的空间 慢慢照 慢慢照 来 又没起来了 这个残家真的能拖很久 红蝶拿这种子弹家 红蝶本身拿子弹家 办法不是特别多 当然这个又是一个 开锁头怪的子弹家 走位 走位 没飞轮子 直接到 好的 可以了 那怎么说 这里 佣兵来救 心理家移情给上佣兵 心理家外面要 修一台整机 板子先给你踹了 顶着去打 佣兵那边翻了瓶香水 没看到这佣兵 看到了 外面的机子 至少在拖六七十秒钟的时间 这个机子 要拖出来 拖出来意义也不大 为什么 拖出来这边 红蝶是一定有传送的 你这两个人都在脸上面 且这两个人的道具 都已消耗耐性 这两个白板 打红蝶 怎么打 压住 先一刀 五秒钟以后一波飞 那机子还死了久呢 佣兵这边的话 不打算救了吗 其实刚才往前面跑一跑呢 我觉得还是最久 毕竟他这边吃了都吃了 还是能救人的 应该是会挂佣兵吧 还是说 因为这机子 其实我们上帝视角来 看是肯定不够的 但红蝶这边不知道 觉得够不够 飞天 落地 打 再摸 可以 而且在三家这边很配合 很配合的 往前爬的一步 刚好到佣兵的脚下 打几点 尽力了 我觉得球员 这开局 对吧 直接秒了一个震慑 然后再加上这边 佣兵吃双岛 能打成这样子 还能怎么样呢 还能要求什么呢 要不心理家给个移钱 开波车 开波车 红蝶这边 直接飞过河 主要核心问题是 这边的心理学家 他没开 门如果开了 这时候心理学家在门里面呢 那我还能想一想 什么 跳个地窖 什么的 门都还没开呢 你说这时候 红蝶怎么可能传送 去找 这心理学家吧 那不是瞎扯 这刀带走 好 花心地压室 考虑常传 因为他并不能确定 这个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当时那个位置 我们正常想的话 他一定是在终点的 但心理学家 打了个反形态 绕回到起点了 看看吧 门能点开了吗 门能点开 走了 平局平局 三杀 三杀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 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